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在中共的红二代 或者是在中共主政的一些有名的人 有名的人 就是现在了 很多人在他过去 恢复高考之后学历史跟哲学 比较有名的呢 王岐山 刘源 学历史的 王沪宁呢 他学哲学 他包括多次讲过 他对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呢 有所研究 然后有他一番理论了 那今天呢 他成为了 他其实谈不上是中宣官员 他实际是习近平的笔杆子 就是当习近平弱化政治局常委而转型的时候 那现在政治局常委的人里面是为他所用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决策的班子 不是 已经改了 而中共 中共华二代学历史呢 早在恢复高考那个年代的时候 那时候大学人少嘛 刚刚恢复高考 很多大学之间相互往来的 相互往来的一个相当的基础 当年我们是为了出国 出国简直比上月亮都难 所以在什么外国语学院 二外 二外就相对低档了 外国语学院 北大 清华 师大 人大 都有一些类似当时叫托福班 那所以同学之间 这个年龄段之间呢 也不叫这个年龄段了 多大都有 大家相互往来 在不同的学校里面 但大多都是补习英文 很多都是补习英文 所以我现在能记得当时概念 就是在北大 北大 人大 清华 刚院 师大 有一些中共的红二代 刘渊他们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就是这批人也都回到学校去读书 习近平呢 是功能兵学员 他是比较 稍微早了两三年 从那就 他就没再回学校 那其他人 很多人都在学校 刘渊跟王岐山 他们都是一种代表 而中共 而很多人学历史 这批人学历史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统治 红二代把自己当成尊贵的人 他们内在的心里啊 把他们自己当成尊贵的人 然后他在他们眼睛里 别人都是孙子 他嘴上不这么说 但他心里是这样 我记得我跟大家介绍过 什么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小妈 家里转着圈的阵是那么个 当大官的 那是个当大官的 那上他们家 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 上高 那个高考成了的时候 上他们家去 那家里的那个孩子 埋他人 说呦 你家坟头上还有这么一根耗子呢 说我 说你们家坟头上还有这么只耗子呢 那在这个环境中 因为家里很穷 只是一个 原来这些人都是从农村出去的 所以在老人农村的那个概念中 他中间有一种相情了 老人之间有这种相情 但是二代 下一代这边 他那种蔑视人的态度 居高临下态度 是从他脚后跟那块村出来的 有一个算一个 其实 你今天习近平 他也摆脱不了这个 习近平 薄熙来 王岐山 他因为是女婿了 就是概念不一样了 那凡是正统这波 就是这个 这是中共体制营造出来的 真正的阶层 你可以把他们叫做贵族 阿波罗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中共不公布朝鲜重大车祸名单有内幕 如此警示中共还在搞这个 重大车祸到现在已经对头算 今天是5月1号 10天了 中国人有过头七的概念 那头七死了32个人 应该是死了32个人 加起来一共死了36个 车上有38个 就活了俩重伤 那里面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是当时车祸仅有的一些照片 跟孔庆东的一个贴子 孔庆东有说话 这个司马南 美国之音采访过 但骤然他们再也不出声 针对这件事情再也不出声 习近平再也不出声了 但是谁出声 金正恩 28号有消息说 到朝鲜的这一次访问团 是大多数都是当年 1952年51年 到朝鲜去这个作战的 打仗的那些将军的子女们 真正的是红二代 是有这么个说法 不同媒体也有这么说法 包括美国的世界日报 和包括法国的法广 都在报道这事 但是呢 中方的态度太诡异了 中方态度的诡异 是对比金正恩 事情出来之后 金正恩出人一表的 去了医院 去看那只剩下那两个受伤者 另外一个金正恩出人一表的 在25号上26号 是把这些尸体和伤员 用了金正恩自己的专列 送回国内 专列 一个月前 他刚坐这个东西 坐这个车 坐这个火车 到了北京 见了习近平 而他竟然是用自己的专列 装了32个死人 为什么 为什么 想想他的态度 想想他的 他的这个生命表现出来的特点 他怎么可能 什么人 能够占据他的专利 他死的时候 能够占据他的专利 只能跟他等同的 或者在他心目中 要超过他的 在他的心目中 要超过他的 27号他见文在寅 26号 他给习近平发宴电 所以死了32个人 那金正恩公开忙活了三回 而这每忙活一回 都在朝鲜的人民日报 朝鲜的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 因为这是他领袖的活动 可是在中国 对这些死去的人 没名字 没号 没屁 没打嗝 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个反差就太大了 所以他这里说的就是这个反差了 然后他关键提到说 到底里面是什么人 28号 世界日报提出来 他说这个旅游团的名字 叫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5周年 中国人民普朝文化交流参访团 而团干部主要是红歌会的 红歌会的里面多数成员 都是当年到朝鲜作战的将军的子女 他列了非常详细的名单 还有红一歌唱团 红二歌唱团 红三歌唱团 红四歌唱团 红五红六 我不知道是不是按照当年中共红军的 红一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概念 但这里是有这个 这个团队多厉害 在去年的2017年的5月2号是5月1号 他们曾经租下人民大会堂要唱红歌 习近平不干了 给他们挡了 别人挡不住 所以在他里面都是真正的红二代 而这个名字 红歌团里面的 红歌会里面的列出来名字 占据了26位 但死了32个 伤了俩 所以有8个名字没出来 但是有一个名字出来的 就是乌有之乡的网站主编 刁伟明 因为他是组团的人 他是组团团长 那剩下7个没有名字 那结果里面讲说里面有毛新宇 里面应该是有毛新宇 毛泽东的孙子 今天我看另外报道呢 多维登了一篇文章说 毛新宇应该躺枪了 说他意思毛新宇活着 但是他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说 毛新宇没出事 他贴了两张照片 照片呢 结果我一查呢 是毛新宇在4月7号 到韶山祭祖 到现在毛新宇没出事 但多维这时候出头 说明这件事情影响大了 他死在4月22号 如果他死的话 那这批人死在4月22号 这是肯定的 死了32个肯定死了 对不对 而习近平在4月23号 学习共产党宣言 那是共产党的信仰 对不对 死了一定见马克思 绝对跟那有的一比 习近平知道不知道 相信不相信命 他肯定信 在他的内心中 他解不开这扣 他知道有麻烦 但当共产党一路走过来 今天的中国大陆会招致更大的麻烦 三千三百年前 埃及也好 中国土地上也好 演绎了三千多年的时间 这个故事演绎的时间 没停止过 没回头过 没拐弯过 没有快慢过 对人 就是一天一天的在过着 所有这些人 三千多年来的英雄豪杰们 已都成为尘土 而2018年4月22号到23号 开启了真正 我昨天有期节目叫做 天灭中共到人间 你可以不信 2017年12月底 成目结舌的2018 我跟大家说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